我 我記得CPR步驟叫叫ABC 要趕快CPR 我一定要救我的好兄弟 該依 該依 你要活下去嗎 你不可以離開我 對 有吹氣 不行 忍不住了 完了 醒了 YA 我們把該依救火啦 你還好嗎 謝謝 謝謝 還要不要 我可以了 鑰匙 我們現在來到了新北市消防局的永利分隊 其實剛剛健身房就在他們樓上而已 哇 波波好巨喔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不是說這台車好巨嗎 不是說我嗎 想問一下這台多少錢 三千 三千喔 把它賣掉就可以買房 欸 我跟你講這台是專門拿來救人的 生命是無價的 生命是無價的 可是我還是想把它賣掉 在消防隊的編制上呢 不同分隊會有主要負責的任務 永利分隊呢就是永和這裡的救護專責 哪裡發生車禍 有了溺水 火警 急救等等 都是他們的任務範圍 也就是說這個分隊裡面的每一位喔 都是救護專家 有比我剛剛表現還厲害嗎 我是把你從北門關拉回來的欸 好 如果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的話 他們這裡每一位都是 救命大神 我都可以救人 他也可以救人哪裡不一樣 你剛剛那個 有加一點小巧思 那我們就直接請到我們今天的 救護大神 阿偉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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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聚了吧 我說這樣 太帥了吧 聽說阿偉教官有拍那個 典禮 消防猛男 消防猛男 那你有遇過 好像沒有怎麼樣 但是他們還是請消防隊的部署 有 有無容的 有有有 但是被報案他們都不覺得是消失 都是我們覺得是消失的 都是我們覺得是消失的 比如說 後暈 然後我們到現場 他已經自己走下樓 然後說他覺得我要去醫院 他後來有跟他去嗎 還是可以 那教官覺得我們剛剛 窩窩的救人表現怎麼樣 我剛剛其實有看到 我覺得 血液更好 可以更好 你們大的改變更好 其實阿偉教官 我們今天來就是要來跟你們學 正確的CPR 想救人兵這件事情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機會 都不會想要放棄 但是如果一次放棄去做的話 可能會事非公辦 今天藉由這個機會 來教大家正確的CPR YES! 我相信 校官指導我一下 怎麼樣去從這個CPR 你可以選擇右手或左手在下 都可以 好!如果你右手在下的話 你的左手就這樣扣住 你就是 對...對...扣住 然後左手就把手指打開 然後掌跟放在蠱頭 眼前的中間 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 屁股開起來 再高一點 對...對...對... 然後就一開始往下壓 對... 兩下...三下...十下... 六下...六下...七下...八下... 九下... 十下...十下...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九...十六...十七...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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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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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壓越快 你只要有一個時候壓就越快啊 好 你不要某一天真的打下去喔 那想問一下阿偉教官 什麼時候會用到CPR 當一個人心肺功能停止的時候 心肺功能停止的意思就是 呼吸跟心跳都停止喔 那心跳停止就是沒有血液的供應 沒有血液的供應 大腦就得不到氧氣 四分鐘之後 腦細胞就會開始受損 這個受損是不可逆的 如果這段時間都沒有做CPR的話 十分鐘之後 即便救活了 也會有很高的機率 可以成為我們所謂的職位 我們都知道 可能什麼時候 應該要做CPR 但我們很多人會不敢去做 萬一救活了 忍骨斷裂 他反而來告我 胸骨鼻跟熱骨中間的亂骨斷裂 但那個的修復其實是很容易的 如果害怕這件事情不去做的話呢 他覺得活不了 是沒錯可是 就變成 我把他救活了 你是家裡人在告我 那這邊就有一個 薩瑪利亞人法則 就是保護三兩人 緊急救護辦法法第四十字二條 只要你是為了救他 就可以免除 民法跟刑法當責任 台灣也適用這一刀嗎 但是前提是你要做的是 現階段我們公認正確的 你要救他也不能亂救就對了 好啦那教官 我們就來直接模擬一次 現場會遇到的狀況 好 欸沒心跳 對 那你看一下檢查一下呼吸 有沒有呼吸 沒有呼吸 不要這樣 這樣不好 欸怎麼辦 沒呼吸 沒心跳 你會急救嗎 不會 這邊有沒有人會急救 會不會 這個沒有心跳沒有呼吸 來 第一步請先大聲叫他 先生先生你怎麼了 好他沒有反應 大力的拍他的肩膀 先生先生你怎麼了 好都沒有反應 現在請你 請兩個人 一個人打119 一個人拿AED 來先生你幫我打119 沒問題 可以幫我打附近我們AED AED嗎 對 好 那我開始幫他擠就好了 好來這個時候請你膝蓋靠近 換著一個拳頭的距離 雙手交疊 下手 手打直 手指打開 掌根放在兩乳頭連線終點 屁股抬起來 手肘跟地面成垂直 開始向下壓 3下 4下 5下 6下 7下 8下 9下 押胸要一直持續到 AED到了 要開始進行奠機分析的時候 或者是 遺久人員到了 就可以交手給他們做 沒有AED 附近都沒有 沒有AED沒有關係 那就一直押胸 一直押到 救護人員到位置 20分鐘才到成範圍 我們就是一直押 沒錯 可以的話希望有個人計時 兩分鐘之後要換手 因為押胸其實是很累的一件事情 我這邊來跟教官複習一下 我們剛剛的流程 首先 看到有個人昏倒了 確定他沒有醒覺 沒有呼吸 我就是大力拍他肩膀 然後叫他 他如果都沒反應 我們請現場 打D球 再請一個人看福建門VD 這個時候我就會 開始做CDR 押到救護人員到現場 或者是 AED到 他要分析的時候 或者是他醒過來了 就是這三種狀況 我們會停止CDR 學了這麼多CDR的指示 你們有真的對人做過嗎 我們常常 那心理壓力應該很大 一開始蠻大的 後來習慣了 到現場你要知道 他會這樣做到 那我能盡我最大的努力去救 我們到現場 我們救火這個患者是 救他的心腸 可是如果民眾有做CDR的話 救火的搭檔 那我們這邊呢 就請教官來教我們 正確的CDR指示 最標準 最省力 效率最高 那在做CDR之前 也要讓大家知道 CDR其實有個口線 用力壓 快快壓 胸回彈 摸中段 用力壓就是你壓胸 程度要至少5公分 快快壓速度在每分鐘 100到120下 胸回彈 你要讓胸部壓下去之後 讓他回彈到原本的位置 摸中段 不要停止超過10秒多 在患者旁邊呢 我們先調整好自己的位置 首先把拳頭拿出來 自己的膝蓋跟患者 有一個拳頭的距離 沒錯 然後手伸出來 雙手交疊 下方手的手指打開 膀根放在乳頭連線的終點 好 雙手打直 全程不要彎 然後讓自己的手肘 跟地板是成垂直的 準備好之後就可以開始往下壓 可以再快一點 直上 八上 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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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回彈可以嗎 可以 做得很好 然後不能中到 所以我這樣持續到 救援人員到現場 對 剛剛說的三個狀況 一個是現在可以一定要分析了 一個是救援人員到了 向他出力 另外一個就是 他醒來了 他醒了 他...他...他... 沒事了 他說他要告你了 沒有他睡著而已 他剛剛做一個夢 他在胸口睡大 快點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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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為什麼在阿虛 不行嗎 沒有不行 但你會很累 那個救援人員大概在... 二十分鐘就會到了 很難過 只要是兩分鐘換一次 因為累了的話 你的深度速度都會變 效果就會不好 兩分鐘一組 你大概做五組 你差不多救援人員就到了 如果是市區的話 基本上五分鐘左右就會到 哇 你們像是超快的耶 不是... 欸 不能打臉吧 不要打臉 不要打... 拍肩膀 先生先生 拍太大力是好的 越大聲越大力越好 其實拍臉也可以吧 先生先生 我不要這樣教 我建議你建議 我建議你建議 好我相信大家 現在對CPI應該都很熟練了 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小小的評測 我們來測什麼 壓胸的深度 這個有辦法測得出來嗎 這是我現在躺在這邊 然後撥撥來壓 然後我告訴大家 他壓得好不好這樣 謝謝 不是打臉 肩膀啊 打在那邊 他斜號 真的要這麼用力 他這麼用力沒掛出得很好 真的喔 你很棒 真的啊 哇 哇 行啊 輕一點 你不能用力啊 他要用力吧 他真的會斷 他剛剛壓看起來很深嗎 沒有 沒有很深 大概兩公分 五公分感的第一一下就會變了 第一一下會卡卡 可是按斷之後就好按 對 就這樣比較弱 胸骨餅跟熱骨中間的軟骨斷裂 那那個的修復其實是很容易的 好 那我們來測驗看看 就這樣子扭 壓扁車拍什麼 我們這邊教官不能給意見喔 對 也不會讓你們看到螢幕 蛤 這樣子能不能夠好看嗎 有有有有 看得出來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等一下看得出來好看 我的腹肌有什麼用力 他這一個是不是要到 對上面 對 不要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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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癒斜了 腦癒斜了 而且阿大利的話 他也不會有任何 對 你要想像他是你的愛人 你要把他救我 你媽 他沒有看過 他 不是 你要想像 我是指南欸 對 盧卡斯不行就對了 不行盧卡斯不行 那你把他想成安娜 你不行 你這樣子再給你去不打 你教官他這 他是不是來救我 他怪怪的 還沒到 兩分鐘好久喔 教官到底誰說 二十秒 二十秒 五分鐘 可是你真的在救人的時候 你不應該就不會 身上的 會撞放嗎 應該真的累了 三十秒 告訴我 三 二 一 一 來 八一下一下 七十五分 這樣還七十五分 七十五分 七十五分算幾個 還不是幾個 要壓到幾分才算幾個 我們自己對上要九十九 那九十九 如果以我是一個路人 路人的話 五十就好 那九十分 七十就好 好 三十秒幫我抱一次好不好 沒問題 一樣 現在第一一下就開始囉 好 如果這套子他 如果你看很快 他這一點 是慢的話會不會 一分三十秒 他有打奶 你這樣子要賠錢 不行啦 冷面比較重要 如果真的二十秒來 按壓爆 那你又要亂去 你有把他 打奶 要抗 沒有 他有抗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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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遇到經驗的人 沒有 沒有 我覺得你這樣按得多多 你總會肥起來 對啊 你這樣不行 肥起來 那肥起來是 一分 一分 二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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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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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壓比真的蠻多 所以他壓得更多 代表就是你提升度的問題 沒有 因為他這個 你感覺碰到 你覺得好像還要幾分 因為我自己的操子 五三 我以為給我講 二分 看起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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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分 九分 真的假的 你這樣 壓到一百分 壓到一百分 你這個 你這個 膝蓋都有汗 沒辦法 救人 流點汗 對不對 好緊張喔 你再偷抓一下 你再偷抓一下 他不下來就爆了 喔 喔 喔 這個我們都看了 看你怎麼維持在那個地方 對 所以說 這樣子 其實他現在有點偏快 我覺得這樣維持在這個 然後這個 就是要到這邊 看到我們就在拿這樣 喔很好很好 那現在這個就很好 是他了 對 就是他 應該是 這個 功力很好 功力 功力 就是 我們的深度都夠深 我第一分鐘 你的是速度 我已經提出你了 我已經提出你了 太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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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 你怎麼會 30秒 不然你怎麼忽快忽慢呢 你這個 你怎麼愛救不救的 你這個 他心跳會很會贏 他會心率不整嗎 我在想他到底要怎麼辦 你將來是心率不整 你知道嗎 10秒 10秒 最後了 5 時間到 周四 終於是十分 我看懂了 你一直忍在上面 你都還把我身體的重量 一部分壓 所以也回彈 沒有辦法讓它回彈到 原本的位置 沒錯沒錯 因為你回彈不到位 就會很容易過快 所以剛剛 都是有一點點太快 但其實如果你們打119 線上都會跟你那個線上指導 等你們都準備好之後 他就會放鞋拍的聲音給你 手臂打直用力的按壓 跟著節奏有聽到BP聲號 所以你不需要自己一個人 應該電話上還是會有崇拜 我們來問一下三建客 連續按壓兩分鐘有什麼心得嗎 有點累 這個手臂會痛吧 做這個事情可以救人 這根本就害怕 說算我覺得以我們來講 兩分鐘我們還OK 只是如果真的是一個路人壓一壓 好那麼多 就不然以到十分鐘才會到的話 我也要到往前 然後速度平時會掉 所以我們現在才會特別強調 如果有人可以交換的話 兩分鐘就交換一次 那我們請阿伟教官講評價 就我們三建客剛剛做的 好與不好的地段 好先從波波開始 你們三位的深度都做得很好 深度上都完全沒有問題 波波的話就是 雙回彈沒有那麼完整 速度上稍微快了一點點 超過一點點而已所以還好 概率的話速度 深度回彈都做得很好 但是剛剛概率有一個動作 是他把手完全旋空 我們盡量不要把手完全旋空 因為你每一次下壓的位置 位置會不一樣 會跑 你可以把掌跟旋空 但是你的手指還是 衝在 範斷的身上 這樣你按的位置就不會跑掉 要是的話也是 有一些小部分的回彈 沒有很難 好 速度後來也被提醒了 所以速度有放慢 在正常的範圍 原本偏快 稍微快一點點 你們都快一點點而已 速度稍微偏快 跟回彈不夠 然後都是大部分人會犯的錯誤 有點心就好了 就都是可以克服 好那我們今天搶救盧卡斯成功了 最後呢想要騎教官 再幫我們復習一下 整個CPR的XOV 第一步看到患者倒下 先大聲叫他 第二步 大聲叫他加拍他的雙眼 第三步 旁邊的人 打119 還有他臨近的AED 第四步 可以開始做CPR押凶 做CPR的過程 我們要注意什麼 CPR的四個口訣 用力壓 快快壓 凶會彈 或中斷 萬一有需要 真的要做CPR的 至少 我們還是有辦法去搶救 需要的東西 如果領導要去我一定會救你 我已經被你救過了 我不會再倒下去了 還是你就讓我氣吧 如果我們真的忘記了 不知道怎麼做 那我們該怎麼辦 如果真的全部都忘記 什麼都不會的話 就打119 告訴他狀況 就會有專業的人告訴你 每一步該怎麼做 喔 啊 記起來了嗎 那今天呢 也非常感謝新北消防局的 勇力分隊 兩位教官 來指導我們做出正確的CPR 那大家真的要學起來 這個救人一命是非常重要的 不怕一萬 不怕十萬 感謝大家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讚 出發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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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